词曲 李宗盛 学生时期的理议世界 好可爱哦 是这样的 也不是学生时期 她的 就只是我学生时期听到 但她背景不是在学生时期 是就是有这样一家人家 然后呢 她们家有一个小男孩 大概三四岁的样子 然后她妈妈就发现 她每天在 就是差不多黄昏的时候 影着夕阳会对着外面说 公公你好 公公拜拜 公公你好呀 就类似这样子的话 然后呢 她以为 因为她们家住的比较矮嘛 想说可能是 楼底下走过去的 哪个老爷爷 然后可能是认识的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呢 但她发现 其实那个点啊 其实没什么人 然后她就觉得 这件事情越来越不对劲 越来越不对劲 觉得我的孩子 是不是脑子出了点什么问题 还是说 中邪了 中邪了 是不是要拿油 我给她 拒绝 对对 然后 然后她就那天非常的 就是 就是偷偷地就到了她后面 然后就看了一下 发现 她没 就是介绍空无一人 然后就没有一个 就可以被她叫成老公公的人 然后就问自己孩子说 哎 你在跟哪个公公打招呼呀 嗯 然后 我知道 说一句话 我能猜一下吗 你猜 太阳公公 Yes 你为什么要开个笑话 不是 你刚说开头的时候 我觉得她对着夕阳 那么太阳公公打招呼 我也是 是我故事讲的太具体 设计之中间这个环节 设计得很处杂 对 应该要空调一些 就是我当时听到一个 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哇哦 你怎么觉得 好神秘啊 哇哦 完全大了 我想到另一个 什么呢 也是一个恐怖故事 跟你一模一样 也不是一模一样 差一点 就是从前有一个小孩 她呢 也是每天放了学之后呢 呃 对着那个天空 就是在晚上上 放了学之后呢 就一直对着这个路边叫姐姐 姐姐姐 然后呢 她妈妈也是以为她怎么怎么着 然后怎么着 然后问她的时候呢 她说 我是在对月亮姐姐说话的 哇哦 太厉害了 这更冷了 这个冷笑话更冷了 这个时候我好想穿你那个外套 好冷啊 好冷好冷 哎那我也有类似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知道了 星星姐姐 就是有有有一个人 她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她精力很充沛 有一天她上街在走路的时候 她走着走着她突然觉得她脚很酸 就很奇怪 嗯 然后就为什么呢 她低头一看 你知道看到什么了吗 因为她踩到柠檬了 对 她踩到柠檬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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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哇 今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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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回归 回归正题说个八卦 我是八卦 是八卦 有什么冷笑话吗 我其实 有什么八卦吗 我也想听 我其实之前吃了一个瓜 但是看你们都讲那么好笑 那么有趣 我都 我就不太想 我们就想听 就是我之前在那个 插板上面 对某板上面 看到一个一个一个帖子 然后她说就是著名就是歌手 那个李什么X春 然后就是我以为 郑金鱼 是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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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我 郑金那个李X春 哎 等一下你这是可以说的吗 对 对 要不别说了吧 李欣 对 然后 是我 是我 对 对 她和她就是 女朋友的照片正经被公开 什么 听见 然后 我很震惊的分享给了我粉丝之后 结果居然发现是假瓜 哦 然后 还好 还好是假瓜 还好是还好 还好是还好 好 看到 哎 哇 哇 哇 是假瓜啊 嗯 真好 学生时期遇到点 瓜 那算了 我来 我来讲一个吧 但是 你在上 不是 但是是我毕业之后我听到的瓜 就是因为我不是高三来的四八嘛 然后呢 就 我走了之后 我从学校离开之后 我们学校就天翻地覆了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是出了我这样一个 明星 不是明星 就是 就是可能老是觉得 然后你是一个不爱读书的孩子 就是出了一个这样子的坏榜样 然后 啊 坏榜样 对 因为 大家不了解四八嘛 就可能觉得 这 怎么可能有那人那么厉害 坚固就是 对 他反正就是觉得你不好 然后呢 我们当时所有的高 高一高二高三的同学 都就是 拿我当话题 在学校里面翻滚啊翻滚啊 然后呢有一次 就有一个女孩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 她说她报名了 SH48 SH48的时期 嗯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不是97刚招完嘛 啊 就 就 我听到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哎 这肯定是假的嘛 他被人家 骗了 骗了多少钱啊 骗了五千块钱嘛 说你只要出五千块钱 你就能进四八 保你进中市 我们反正能拿出骗钱了 对 反正反正就是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有人上这样子的当 嗯 但这个这个也不是什么大瓜了 就 基本上学校里面都是很安定的嘛 快乐的校园生活是没有瓜的 就是要告诉屏幕前面的就是女孩们 对 如果想来我们公司要求真会 不用五千块 我们有梦想就可以 对 不用多少钱 如果只有梦想 我们你要有梦想汗水间鞭鞭 对就可以了 来到我们这里 是的 好 哎 那还有人有什么八卦吗 八卦 八卦 其实就是还有那种男生之间吧 嗯 男生之间就是比如说二班的谁是谁 喜欢一班的那班花 然后二班的 咋了 哎 那你这个我又知道一个 我又想想一个 有这么多 不 就是我们 是不是我那一届的学生里面 就是九班和十班是好班嘛 然后呢 十班的一个学霸 基本上经常考年纪第一的那种 那个女生 就你想好孩子肯定是不会谈恋爱的 但是他跟就是另外一个好班的一个男生谈恋爱了 然后被老师祝福了 啊 祝福了 我们班也有一个 我们班就是学课代表了两个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然后被老师祝福了 哦 就是因为学习成绩好 对 所以老师就觉得你们俩谈恋爱能互相帮助 然后能学习更好 嗯 没所欲为啊 哦 是的 哎那还有别的吗 哎 还有别的吗 哎是不是好多人没说话了 你刚刚说那个你被你们学校当坏榜样 是的 我相信我班主任就是在我入团之后 他在他的那个带的新班里面就把我当一个好榜样 啊为什么 同样是谁 我们学校出了一个明星 不是明星啊 但是他就是很自信的就给他的 就是我的学弟学妹们就这么宣传我来着 天哪好羡慕 就差点打在那个光如榜上 哈哈哈 太羡慕了吧 反正我们学校是 哎呀理心啊 呦个兄弟 嗯 嗯 是的 我们学校也是的 一样的一样的 但是我知道就是像我刚我刚就是 因为不是修了一年学嘛 然后回去了之后 我那个班级里面有就是这边的粉丝 嗯 然后就会来就会跑过来 那天第一期跟他们见面 跑自己的时候就有人偷偷的过来问 啊你是不是那个 S&G包店team x的呀 啊我是那个是谁的粉丝 哇这是粉丝吧啊果不起啊 这是粉丝 然后我说嗯嗯 是是是 就没有下文了 我很怕他是想要借我认识一下 套近乎是吗 对 那是不可取的 可以有个契机 可以有个契机找一下前辈要微信 哦 那又不是真正的粉丝 真正的粉丝是说 你不要过来 对对对 走远一点 走远一点 后来有信听到一个课 然后看到你坐一脚 他就往另一脚 还有吗 但是其实就是如果学校里真的出了就是一个来S&H的可能就会在百科上面就是学校简历上面知名校友 嗯 张怡 李欣宇 然后还有 然后为什么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么一个词条知名校友天堂 对然后以后后辈如果报名那个学校就会看到 天呐前辈就 那这是美好的幻想吧 我记得李欣宇在他学校的那个知名校友里面 啊真的啊 真的有 是有真的 有的 比如说张怡他就是一个知名校友 哎 李欣宇你进48之前有没有给班主人一个单子啊 什么单子啊 啊就是 哦就是你要就是你没有 我是直接 我不是我是直接考了毕业考 我那个不是修学 因为高上没办法修学啊 啊我记得我之前给了老师一个单子 我们班主人看这个单子 天呐 哈哈 哎呀 就是就是不敢相信他们自己自己班里面居然会有混娱乐圈的 哈哈 对算就是他以为他以为是这样子的 我想起来了那个单子 是吧 就交给老师老师都惊呆了 对啊你要走了吗 我说啊 就就是真的是让我说啊对老师就让你签个字 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老师签了字之后就一脸 啊那你们学校好好好就是我们的话得到教导主任办公室去 给教导主任签字就是签的是那个同意你不来学校念书这样子 我那一天那张单子跑了无数个地方我感觉整个校园都跑了 我也是就是办修学什么的 对跟大家讲讲那个单子 那个单子就是就是你很难相信就是我们居然有这么正规的一张单子 就是就是真的不会法务部啊 然后就为了让我们可以成功修学 然后就是撰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单子 就是就是他以后为什么就是有可能会请假呀 就是上表课之类的 然后就很详细几页纸 然后反正当时去办手续就需要那些 解决朋友底细 非常复杂很珍贵的一个东西 那反正说到这个的话我就又想起来 我为什么会出名坏模样 是因为我在那个教导主任面前哇哇大哭 因为因为他不让我他不让我来来这儿 他就觉得这里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然后你的泪水感动了他 没有我的泪水劝退了他 嗯 因为我就是真的我是真的狂哭 因为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所以说对 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我特别想来 因为我觉得我既然都通过了 我为什么不来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说让我再去面试时期的话 我没有一百分之就是百分之百的可能会再进入四八 所以说我就在那儿 老师我要来 就是这样 我真的毫不夸张 然后我妈也在旁边她很尴尬 然后那个老师也很尴尬 只要那个是个男老师 我就对 我觉得为什么你是会榜样 因为你没有单子 对啊 是的我没有单子 只有我妈考读生 对的她就是小孩要过去 然后这个哭的事情也是基本上全校都知道 因为老师说爱 哎呦 小妞 扣操了 就这样 一塌糊涂 对一塌糊涂 但是现在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混得非常的好 是的 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我们后面的十六人曲吧 耶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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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